的暴風圈遇過今天深夜 就會觸碰到台灣的陸地 目前屏東往返 東港小琉球的東流線供應船 已經宣布 今天下午船班將停時 強台康瑞的外圍環流 今天已經開始影響東流線的海域 目前這浪高海礦 已經達到了停航標準 因此最新消息 往返小琉球的船公司 包含了東流線供應船 以及這晴富航運 以及藍白航運 大福航運 考量到交通船航行的安全 在明後天10月31號 以及11月1號全日停時 至於今天10月30號的部分 則調整部分航班 再次提醒要搭乘東流線船班的民眾 出發前務必再次確認船班的資訊